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枢驾到 那么现在的新能源市场还是不缺热点 相比当下的越野新能源潮流呢 此前的混动风草已经开始接受消费者的检验 比如比亚迪的DMI 长城的柠檬 还有吉尼的雷神电混8848 那么拥有U9造车历史的江淮呢 也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带来了骑车首款插混车型 江淮QXPHEV 那么这款车呢 已经在此前的全都车展开启了盲定 具体呢会在9月份的时候正式上市 虽然江淮汽车啊 入局插混市场的时间不算早 但是呢也有一句老话说的好 好饭不怕晚 那么作为江淮汽车前面转型 变气化的一款重磅车型呢 它便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驾驶感受呢 走 那么整车的外观设计呢 基本上是保持了和燃油板一致的设计风格 首先呢 它是换装了全新的江淮的品牌logo 然后呢 它是采用了流行的分体式大灯 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围绕快大半个车头的贯穿式LED灯带啊 它就有效地拉伸了前脸的横向视觉 那么下面呢 它进去隔山坐得比较大 两边的大灯尺寸呢也比较可观 然后搭配起来的话呢 就会让整个前脸显得比较大气 它搭载的是比亚迪同款的DMI插混系统 那么主要是由1.5升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 其中电动机的最大功率呢 可以做到150千瓦 然后整车它的0百加速能够做到7.3秒 那么它的电池容量呢 是21.6千瓦 是有快充慢充两种方式 续航这方面的话呢 CLTC的充电续航啊 是可以做到120公里 综合续航呢 有1300公里 那么也是比较符合当下的主流水准的 然后用车成本这一块呢 它的百公里溃电油耗呢 是能够做到5.37升的 可以有效地帮我们控制日常的用车成本 那么它侧面呢 是采用了分钻式的腰线设计 会让它整体的看起来比较硬朗 饱满一点 然后侧群这个位置 加入了银色镀铬装饰条呢 也会让它整个层面显得比较有层次 那么定位一款紧臭级的SUV呢 它的长宽高分别为 4605、1890、1700毫米 轴距呢是2720毫米 那么除了车身长度略短以外啊 其余的尺寸呢 都是和比亚迪送铺肉相仿的 那么它的尾部设计呢 也是比较简洁的 首先呢 它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呢 也是和前脸相呼应 然后它们上面呢 是小尺寸的扰流板 高位的刹车灯 然后下面啊 这个蓝色的PSV的标志呢 以及和它双边共两处的排气 搭配起呢 还是能够让你隐约感觉到 它家用车的外边下 还是有一颗躁动的心 那么进入车内呢 它整体给人的感觉 是比较温馨明亮的 首先呢 它是采用了这个环抱式的坐舱设计 然后呢 它也是用的全新的烟灰粉 和黑色的一个壮色的配置 整体给人的感觉呢 就会比较温暖 大面积的皮质包裹呢 也是带来了不错的档次感 那么方向盘这一块呢 它是用的四幅式多功能的方向盘设计 左边呢 是可以控制运速群航的 右边呢 就是可以控制我们的语音系统多媒体等 然后用起呢 也是很方便 那么中间的12.3英尺的液晶仪表 和中共平均形成的双联屏呢 也是很亮眼的 而且它的UI界面设计呢 做的比较简洁 同时呢 它还内置了我们常用的高额地图 以及华为iCar一些常用的功能 实际用起来的话呢 也是比较顺畅粗滑的 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它采用的是电子旋钮换挡 这里呢 我们可以自动调节它的模式 有EV啊 还有各种驾驶模式 在这个里面都可以调节 比较惊喜的呢 是它这个扶手箱 我们先打开 这里呢 是可以当一个小冰箱用的 我们可以拿来给这块鞋擦一下 里面呢 它这个空调是可以调节大小的 然后我们把水放进去啊 放一会儿 然后待会儿再拿出来就可以 得到一瓶很冰凉的水了 这种情况 在夏天的话真的是很实用 那么后排的空间呢 也是很充裕 而且它座椅的支撑度呢 也是做得很到位 那么储物空间这一块呢 它也是很能装的 比如说啊 你看像它扶手台 下面做了这个镂空的设计 然后还有杯架 还有我们的扶手箱 都是能够很好地满足 我们日常需求的 然后就是后备箱这一块 后备箱的容积呢 它也是做得比较大 而且它的后排座椅 按照4比6的比例放倒之后呢 还可以进一步拓展空间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后备箱的尾门啊 是电尾门 日常用起来的话 真的是很贴心 尤其是在起步的时候 那么加速呢 是简单直接随踩随有 而且超车的话呢 也很轻松 目前呢 它是有经济 标准运动 三种驾驶模式选择 个人的话 是比较喜欢标准模式 然后这种模式下呢 不论是油门 还是各方面呢 都会比较贴合 我日常的驾驶习惯 然后整个让人比较惊喜的呢 是它的底盘表现 是比较符合家用车定位的 而且它的底盘质感呢 是比较紧实 开起来呢 会是有一丝大众的味道 那么前麦夫逊 后多连感的组合呢 不但能够带来 有效的支撑度 对路面的细小颠簸呢 过滤的同样到位 那么我们可以 明显地感觉到呢 有了混动系统的加持啊 它整车的性能和油耗的表现呢 都是有了大幅的提升 而且呢 整车在智能化 设计还有空间 各方面的表现呢 也是可圈可脸的 它为难呢 如果能够延续 将怀的优良传统 带来一个合理的定价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的 都是一个不错的新选择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